晉鵬八死大火起訴六業者 救災指揮官不起訴 收猛烈焰直竄天際 去年4月桃園晉鵬惡火 奪走六名警銷和兩名外勞性命 桃園地檢偵查終結 開閘晉鵬六主管 為什麼是業務過失 因為晉鵬當初建造時 沒使用布燃材料 並在兩場房中間反火間隔 增建違章建築 熱牌封管沒定期清潔才燃火 而只有在當下現場指揮官 包括代理神鵬消防分隊長蘇文遠 第四消防大隊組長陳鴻泉 以及第四大隊隊長黃世忠等三人 查五指揮失當接判 不清楚 如發中心投言報道